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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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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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到我们高教的领域 因为我们在私校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资源没有办法 原来公共挹注的资源 它没有办法回到公共原来的教育体系来使用 这才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它能够回来 那我们是不是又增加更多的资源 那这时候退才有意思 但是这毕竟人家当时董事会也是有出钱 那四十几年前的董事会跟现在的董事会是不同的结构 为什么 那再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当时的董事会 国家让他们能够兴血 它的条件就是你要捐 捐资兴血 它不是投资兴血 所以它不应该有利益的问题在里面 所以教育本来就是不是赚钱的行业 不是说最后我还可以拿走一笔钱 不是这个状况 是你捐出来你要办教育的 然后国家才会让你土地取得方便 在土地税法上让你可以不用缴税 然后可以用其他各自方式的补助 让你能够盖大楼 让你能够收学费等等的 那这些不是 你是一个经营者 是的 但是你不是投资者 你不能够拿回利润 就没有利润这件事可言 所以我认为 像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根据我们调查 就是所有他老师跟学生比例 比较不好的 或者是说老师的数量在锐减中的 那这种就是我们认为是比较有问题的学校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从他们公告的财报 调查出来 他们所剩下的资产有2000亿 你是说所有的这些被认为 就是可能啦 可能会退传 有2000亿 那这些东西 这些资产 我刚说了是公共的资源的一部分 那如何让他能够回到我们 存续下来的高教领域是很重要的关键 这2000亿或是更多 因为这都是公共的资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即使它是一个私立大学 那这个私立大学的这个经费的来源 其实真正出自于私人董事会的比例 它其实并不高 因为它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学生的学费 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家的这个所谓的教育的补助 那其实更关键是说当时要来去新学的这个时候 它的目的其实是一种捐赠的概念 也就是说因为你要捐赠你要去办大学 所以国家会帮你在土地的取得上面 或是其实可能也会有其他相关的这种所谓的优惠 或是租税减免 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做法 所以你觉得它不应该是 变成私人的方式是拿走 那现在大学退场 其实在教育部也提出了一些因应的做法 我们待会再回答看说 大学退场的时候教育部提出的做法是什么 这个做法是好的方法吗 或是它是个有问题的方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论如何现在的这个董事会 被教育部辅导地管的这些董事会 其实教育部的那些指标有很多 也很明确的说 可能包括说像是有些违反法令 或者是说它有些重大的财务危机 或者是说它其实因为一些财务的缺口 表示说它实际上已经无法达到 捐赌章层的这个设立的目的 那我们也在强调说 按照私校法第25条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之下 教育部原本就可以向法院去申请 解散记忆的董事会 所以我们认为教育部 你要解散现在的董事会 你要重组新的公益董事 那之后我们才能够确保说 学生的权益不会被减慢 不会像有法这样子 轻易的就被随便的转到其他 不会提供学校就有用途 那学生要被保障 再者我们认为在一个重组 公益董事会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要先进行将教职员工的工作 如果这些学校确定不办 你也要安置好教职员工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群 不论是说他按插到其他工校或私校 这请示教育部在教师法上面 也应该要执行这个法定的责任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惠客室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来到的是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的这个办公室 我们来谈一下高等教育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在正式在第二阶段在访谈之前 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声明一下 因为我本身也是高教工会的这个副理事长 所以也要把这个身份揭露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来判断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过程当中的这种一些观点的部分 刚刚我们谈到一个部分就是看到大学是退场 那大学退场的原因其实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少子化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整个国家政策 在规划上面的一个不当就是不妥的一种情况 当然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是造成高教退场的原因 但是在刚刚讨论当中有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种想法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趁这个时候 让台湾的高等教育的品质回到过去 相对之下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情况 解决的方法其实当然是深思比 那不过即使是解决了深思比的这个问题 大学面临到少子化 退场似乎好像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这种情形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 是高教工会的秘书长陈正亮 来跟我们一起谈论这个话题 阿亮你好 中小 我想要请教继续来follow 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退场当然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你觉得退场其实不是说 这私人董事会就把这些钱拿走 教育部目前其实也是有提出一些退场的计划 而这个退场计划看起来也不是说 董事会就把钱拿走嘛 他是说你可不可以转型一些所谓的公益的团体 或是做一些慈善的团体 那让他符合某种的公共性 那这样子不就是跟你刚刚的原来的想法 是有点类似的吗 现在状况是这样啊 他是提说如果是转型的话 会转变成为所谓的非盈利事业 这是第一个嘛 那第二个是说 他现在目前规划的是说 可以让董事会拿走所谓的慰问金 慰问金 他有定的比例吗还是 他还没有讲详细的比例 但他在一个提出来的一个法律 新的法案 就是叫做创新转型条例 现在应该还在行政院 这里面 草案里面是有定说 这个所谓慰问金的部分 但是到底比例多少 事实上并没有 还没明说 那这个慰问金 我是根本上就反对 就不应该有这个东西 譬如说我们这个董事里面 私下董事里面 可能有一些是最核心的 某些家族 那很多其实就是来逛 对 这样子 有很多私下是这个状况 那这个慰问金到底是要给谁 那再来这个家族 他已经可能到第二代第三代 或者是已经就卖掉了 所以他跟当时那种捐 这是一开始也是捐资的 那些人也不一样了 所以其实反而会造成 这些董事会内容很多的糾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干脆就把它办得更烂 我明明可以办好 我把它办烂 那他能不能拿到位置 就是你会觉得他有某种的这种 所谓的利益上面的这种争执 那为了要拿到这更大的利益 那就干脆把它变烂的意思 把它变烂 那我可以取得利益 那就是教育部所谓的 誘因的部分 最危险的地方 第二个危险的地方是 我们知道所谓的非盈利事业 比如说教育文化等等的这个基金会 其实他在国家的管制上是非常松的 他跟教育的管制是很不一样 教育你每一笔钱 你要盖栋大楼或什么 都要经过教育部的核定 你要跟银行借款 什么都要经过教育部核定 然后教育部每年有集合小组 他会去查 你自己还要内部管控你的经费运作 你招标要公开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 有一个国家管制的机制在那里的 即便他做了不好 这个机制还是在 那你把它变成是所谓的文教基金会 或是什么的 那就几乎是不管制了 就会变成不管制 所有的非盈利表面上是非盈利 我们社会上大家都知道 他可以透过各种办法来赚取 甚至可能是一些财团结税的一种 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医院也是非盈利 那我们现在不是说长庚赚了一大笔钱 那其实我们都了解 所谓非盈利其实是一个好的借口 让这些资源流出去的借口 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 那教育部现在是要往这个方向推 所以里面我们刚算过这两千亿 这还是他们公开财报的 他不是市价 他可能会比市价更高 譬如说像第二所退场的永达技术学院 他的公开的财报是十几亿 但是那一片土地就在地人士判断 不止那个价钱 因为他离屏东时其实并不远 那建物还有其他的东西算一算 其实并没有那么少 恐怕会更多 那董事会当然就会想要说 那我就把这一块 最后要怎么弄到自己的家族里面 或是能够让自己获利 但我觉得你一路谈来都非常的阴谋论 是 那你怎么确定 说不定人家真的是很良善的 人家办学也花了很多的心力 这些恐怕也没有办法去抹灭 别人曾经做过的努力 办学是不是认真是社会的公平 就是说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 大家其实有一定的社会公平 那你是不是在放烂它 有很多迹象可以显示 譬如说你明明 这个学校还经营的下去的时候 你去把这个班级合并 你去把老师减薪 然后你再想办法要处分你的资产 安插你的人马 所以你的意思还是有机可循 所以在目前的教育部的 这个所谓的退场的这种所谓的机制上面 它的实际的做法是什么呢 它实际的做法就是 它有四个所谓的警示标准 譬如说你的注册率多低 然后你的招生的状况不好 然后你积欠老师薪水 然后这些标准 他看出你这个状况有点危险 然后他启动一个叫做专案辅导 那专案辅导的实际的操作的结果就是这样 就是请学校或是董事会 你们提一个自我改善的计划 那这不是开玩笑吗 就是他就是没办法 他就没有办法做下去 你还叫我提示我改善的计划 然后他就提来 然后教育部就说不行 你们再回去提 就来来回回 这个学校差不多就要到了 那至少就永达跟高峰 两个学校看起来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要救学校的意思 他就是你提嘛 所以他心里想的是说 我把学校的数量减少 似乎就可以对社会交代 就是因应扫紫法的做法 那老师跟学生他暂时也不管他了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一两个礼拜 教育部一直在抛出说公立大学校合并 那其实这也是没有不合逻辑的做法 我们说危机的是在资源比较少的学校 你把资源比较多的学校合并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扫紫法或退场问题 其实不会啊 你总的数量减少了 但是你那危机一样 就不是在这些学校发生的嘛 你是在合并什么意思 我实在是看不懂 他合并应该是说 就像很多的国立大学也会有系所合并嘛 系所合并他基本上来讲 他的老师的人数就会减少嘛 他的这个空间的使用他就可以集中嘛 如果是老师人数的减少的话 我们看到像东华啦 跟这个花师的合并 然后以及这一次交通跟阳明说要合并 那教育部说的很明白啊 就是所有的人数什么都不变啊 资源也不变啊 那是在合并什么意思 你也没有说要裁员也没有啊 那我就不知道说这个合并到底 事实上能够解决什么真正烧死化问题 如果是他早期教育部在两年前 曾经抛出过一个想法 公私合并 私校跟合并 那就有可能解决 比如说永达跟屏东大学合并 那因为屏东大学没有工科嘛 那永达是工业的 做工科的嘛 早期是工专 那这可能还有点意思 就他真的解决了这个学校的问题 那老师继续教他的工科的部分 然后学生继续保留 那这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可以 那屏东大学他可能校舍或什么是够的 那可以去处分勇达这些财产 那重新再挹注回高校领域 挹注回大学 不过如果这个例子 交大跟阳明大学 阳明大学是一个医学院的学校 那这个合并不也是会符合你刚刚的目的 或者是成功大学跟南义大合并 那它是一个艺术学校 那这个合并不就是解决你刚刚的问题吗 没有啊 你真正会关的学校 没有 那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我刚讲的是像永达 它是真正会关的学校 那现在有很多学校 它是真正会关掉的 那你要解决是要解决这些吗 你不是要去解决前段的 所以问题是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用大学合并 讲要减少数量 是他最主要的 他最着迷的就是数量减少 那好了数量减少 所以后面的学校只要能够让他数量减少 他什么都愿意干 就是这样 那真正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是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你不要担心的是一种私有化 对不对 那可是刚刚一开始 不断在强调这件事情 即使是市立大学 它有非常多的公共资源的投入 那从高教工会的角度来讲 其实高教工会 或者说很多的教改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学生也好 或者老师也好 不断在强调所谓的教育公共化 那这个退场除了私有化之外 会有另外一条叫公共化的可能性吗 有 公共化的可能性就是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法源了 就是我们的私校法第25条里面 其实非常清楚的提到 就是说 我们走公共化这条途径 你只要这个学校办学 已经没有办法符合 他当时捐助章程 也是学校的最根本的法律 捐助章程 就是你没办法办学了 那么其实是可以 把它整个董事会换掉 那董事会换掉 过去也有这些例子 有很多学校 因为经营不散等等例子 换校也是说 由教育部来接管 由教育部来进入这个董事会里面 那这还是第一步而已 因为你看像南开 他是由教育部 或是华夏是由教育部派驻董事进来 那派驻董事进来之后 他还是私立的哦 他状况还是私立的 那评估到他真的没办法办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它接管 也就是经过这个私立学校里面 他的捐助章程 把他全部捐给教育部 你知道捐给国家的意思 这个时候他可以是国立化 公共化 也可以是整个收掉 但是他还是保有在我们公共的资产里面 这才是我们认为 他可以重组公益董事 然后接下来他可以捐给教育部 捐给国家 或者是他就停办 这停办仍然是在国家的能够掌控的范围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我们刚提到的 他整个资产外流 私有化掉 私产化掉的这种武力机 不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似乎只是解决刚刚谈到的资产外流 或是资产私有化的问题 他同时还有第二个解决的程式 也就是说这些学生 他不会像在永达跟高峰 我们看到的历史被丢来丢去 会不会就要安排到不同的学校去就读 他是安排会比较完整一点 那他也比较能够 这个在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老师教职员的问题 他也不会像永达跟高峰 就弄一个所谓的媒合平台 类似那种人力银行 那我就自己去人力银行找就好 我干嘛找你教育部 你做的会比人家好吗 也不会啊 那好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生死比下降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预估 如果是五万个专任老师 现在在台湾 所有的一百六 一百十九个大学里面 五万个专任老师 那按照这个稍子的话比例下去 大概生死比都不变的话 会有一万多个专任老师 被等于是之前 等于被官场工人嘛 就是官场工人概念 那如果我们是用公共化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生死比不就变好吗 也就是说我们学生数减少 老师数相对不变 那总体而言 那钱呢 钱还是要花 对啊 钱当然是要花 教育是你必须要社会投资的 是国家应该要做的投资 它是一种公共服务 它不是一个市场状态 所以钱当然是要花 钱就要算 钱从哪来来 从那些把那些归功的钱拿来 归功是一笔 那再来就是国家的预算 还是国家预算的问题 你说我们现在想的很多问题 最去跟教育部谈 那教育部就说 我没钱了 就是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政策方向上的问题 如果我要让学校大学教育 越来越市场化 越来越自主的去筹你的财源的话 那所有这些没钱的都会变成是 国家没钱都变成是正当的 那如果我们认为高中教育 它不是一个市场化的状态 那我们就应该把它体认到 国家应该要提供这样的一种公共服务 给每一个不同阶层的学生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受教育的权利 我想这是一个在 我们在讨论大学退场问题的时候 相对之下是比较被忽略的一些观点 因为我们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就把大学当作是一种自由市场 或是我们讲说大学是商品化 但事实上比较有趣的是说 这个社会里面又非常讨厌 大学变成一个市场 或者大学商品化 甚至我们会用学店来称呼很多的大学 不过刚刚在这样的讨论下来 就会发现如果这样往这样方向走 它可能真的变成是学店 是一个可以买卖的资产 而这个资产 其实某种程度它是一个公共的资源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我们可以必须要重新的再思考一下 的确少子化问题是存在的 可是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除了官场之外 那怎么样去降低生死比的问题 或者是官场除了让它私有化之外 如何让它能够发展的是一种 更具所谓的公共性 而把这个资源重新的适当的分配 可能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一种 必须要去思考的方向 今天非常谢谢陈正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下次再有机会 再来跟阿亮的讨论告教的问题 谢谢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远子梦 万千走 继续的决筑 继续的决筑